刘志被革职后,靠教书赚钱,蒋介石得知此事后,为何要求着他回来? 大家好,欢迎您关注硬核王探长,世界太拥挤,心里太空虚,城市的喧闹,始终不属于自己,想到你,心里就会充实,愿订阅王叔的朋友幸福平安,快乐每一天。 新来的宝贝们,没点关注的,请点一下关注,点关注,不迷路,喜欢的请给王叔双击订阅哦,感谢了。 接下来,王叔也会好好努力,请大家双击订阅谢谢,好人一生平安。 1950,刘志向彼时已经撤到台湾的蒋介石,发了一封祝贺蒋介石官复原职的信件。 蒋介石一看,自己都撤到台湾了,父之有,庇佣。 而且,他又想起自己在徐州损失的50万大军,顿时气不打一出来,直接就将马屁拍到马腿的刘志给撸了。 顿时,身在香港的刘志便正式成了无业游民。 刘志虽然贝撸,但他在大陆的时候可没少敛财,因此,他也借着贝撸这个事在香港花天酒地了起来。 然而,香港的国民党可不止刘志,还有不少是刘志的旧部,眼见着刘志家底如此殷实, 旧部门便打起了刘志的主意,三五成群地跑到刘志住的地方勒索钱财。 一开始,刘志是奔着破财消灾的方向去的,可时间一长,他也绷不住了,哪有天天上门勒索的。 他有心跑路,但又没法去台湾。 就在这时,印尼侨商代表邱元荣在香港举办了一场宴席,还专门叫上了在香港的原国民党的军政人员。 刘志在宴席上同邱元荣聊了起来,一来二去,邱元荣也就知道了刘志目前的困境,当下便向刘志提议, 我觉得印尼可以,华侨不少,消费也比香港低。 消费低这个词,可把刘志说动心了,毕竟在香港有救部的骚扰,家底再多也心疼了。 于是,他便认可了邱元荣的说法,准备起了移民印尼的事。 1950年9月,刘志带着自己的三姨太以及四个儿女,一家人整整齐齐地上了前往印尼的邮轮。 起料就是这么一趟印尼之行,让刘志在晚年无比地悔恨。 当时的轮船无法直达印尼,他们需要先在新加坡进行补给,于是趁着轮船补给的空档, 刘志花钱雇了三辆大车,带着家人在城里兜风。 然而,刘志却忘了,这里不是台湾,自己也早不再是司令, 人在外地轻易漏腹可不是什么好事。 果然,这三辆车的车夫都是黑帮成员,见刘志出手阔绰,三人直接把刘志一行人绑了。 为此,刘志不得不为自己和一家人缴了一大笔赎金,才捡回了一条命。 经此一意,刘志明白了财不外露这个道理,可财虽然不露,但大家都不是傻子。 在抵达印尼的时候,海关就凭借刘志矮胖的身材和三姨太出众的长相,判断刘志是个有钱人。 于是在大庭广众之下,公然敲了刘志一笔竹杠走。 之后,一家人在前往印尼雅加达的时候,又在路上遭遇军警设下临时检查。 见到刘志行李里面的港币,军警便以携带违禁品为由,将刘志所带现金,统统洗劫了个干干净净。 等刘志到了雅加达之后,身上剩下的钱也被自己拿去做生意亏光了。 不得已知想,他只能又带着全家从雅加达辗转去到了茂午,期间还找邱元荣借了一笔钱。 可是到了茂午,刘志也犯了难,做生意自己没那头脑,干活又有失自己搅供总司令的面子。 因此,一家人的生活就只能依靠在当地学校当老师的三姨太来维持。 有一次,三姨太突然收到电报,说娘家人去世了,需要她立刻回家,可三姨太带的课怎么办呢? 没了她,一家人吃什么又喝什么呢? 没办法,三姨太只能拜托校长,希望由同为中国人的刘志来代课。 刘志虽然没教过书,自己在国民党期间的履历又颇受人诟病,但也要看事干什么, 毕竟读过私塾,保定军校毕业,又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,教个语文、历史、地理等文科知识,对她来说简直是大才小用。 经由校方同意后,刘志再次走马上任,事实证明校方的选择没有错。 刘志虽然不是科班出身的文科教师, 但有着丰富经历和出席过各大场合的她,在教书时常常脱离书本,将枯燥的课奖的有声有色。 这么一来而去,刘志在学校里大受欢迎,虽然才入职没多久,但薪酬已经被提到了老师行业里面的低梯队, 放到现在那就是正儿八经的中产阶级,一家人的生活也因此改善了不少。 不过,此时刘志却依然不愿意再冒酒呆,因为当地相对于国内治安可谓天差地别, 时常就有华侨被抢被杀的案件,而这时候,蒋介石出现了,再得知刘志在印尼当老师。 还教历史科目时,蒋介石不淡定了,因为刘志曾作为五虎将中的副将, 蒋介石以前对他很是信任,做什么都是都没瞒着他。 刘志知道了蒋介石的黑料,如果他在讲课时把这些事讲出来,蒋介石就无法收场。 再者,何应亲,顾祝同也纷纷劝说,说刘志好歹也曾经是国民党总司令, 现在沦落到了需要在异国他乡靠教书才能活下去,传出去也不好。 有了这个台阶后,蒋介石连夜给刘志打电话,带着恳求邀请他回台湾省,身在印尼贸物的刘志。 接到电话后,袭击而泣。 准备一番之后,带着家人于1954年1月重新回到了台湾。 虽然见面后,蒋介石照例对刘志一顿臭骂, 但最后还是给了刘志一个战略顾问委员的闲职,让他就在台湾养老。 此后,刘志便定居台中,过起了平淡安宁的生活。 刘志回到台中的生活基本上是平淡而安宁的, 他租了一间小房子,和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居住, 每天早晨,他会步行去旁边的公园散步,呼吸新鲜的空气,享受宁静的时光。 有时,他会遇到一些老朋友。 他们聚在一起喝茶,聊天,共享彼此的故事。 然而,尽管表面上过得平静,刘志心中始终还存在着灼热的激情, 他知道自己在中国抗战中所斗争的意义, 以及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所带来的无尽苦难, 他渴望做出更多的贡献,建立更好的中国。 于是,在闲适的日子里,刘志开始写起了自己的回忆录, 他回顾了自己在印尼的艰苦岁月,以及参与反抗日军的斗争经历, 他以真实,详细的文字记录了那段历史,并加入了自己的思考和感受,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,把自己经历的战争传承下去, 警示后人不要忘记历史,珍惜和平。 刘志的回忆录很快传播开来,许多人对这部作品感兴趣, 对他的经历表示敬佩,他被邀请参加各种纪念活动和演讲, 向人们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, 他的话语感人肺腑,引发了人们对历史的思考和反思, 他的回忆录唤醒了人们的记忆,激发了他们对自由和和平的向往。 刘志也开始参与社会公益事业,他成立了一个志愿者组织, 帮助孤寡老人和贫困儿童,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 去探望那些需要帮助的人,给予他们关爱和温暖, 他希望用自己的行动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息, 即使在平凡的生活中,每个人都能够做出一些贡献,为社会带来改变。 虽然已经年于七旬,刘志的心却依然年轻, 他时常思考中国的未来,思索着如何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, 他决定将自己的回忆录翻译成不同语言, 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历史, 他相信通过传播历史可以增进国际间的了解和友谊, 减少战争和冲突。 于是,刘志开始了他的写作和翻译工作。 他坚持不懈地努力,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, 经过几年的努力,他的回忆录被出版和翻译成多种语言, 成为了畅销书。 他也被国内外的学术界和文化界通报了他的贡献。 刘志在台中度过了余生, 安心而满足地看着自己的努力取得了成果。 他的回忆录帮助人们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和和平的宝贵, 他的公益事业给予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温暖和希望。 他的写作和翻译工作促进了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。 世界在不断变化, 但刘志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。 他的一生充满了勇气和坚持, 他用自己的言行践行了一种信念, 即使在平凡的生活中, 每个人都能够做出一些改变, 为社会带来希望和美好的未来。 对此,大家觉得是怎么样的呢? 快来评论区一起留言和王叔讨论吧。 最后的最后, 亲戚朋友们别忘了双击加关注, 爱你们哦。 感谢您的这种信念。 C我没有双击加关注, 没错说, 在资源上到复杂长点等待在佛给云农市, 要和美快的胃口区, 接近我们下来一种信念的关注, 的描冬门, 刘志的责率的责率。 特,